坐落於繁忙的信義區街道旁 有一家小巧的店面 主僵師正操作機器產製豆漿 另一名員工則將豆漿進行裝品冷藏 透過產製過程的公開透明 讓顧客可以實得安心 其實豆製所的特色之一 就是推出單一品種的豆漿 例如高雄選10號或是華臉1號 根據每種黃豆的特性 讓豆漿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風味 負責人吳嘉玲 最初只是想讓家人喝到一杯單純的豆漿 才開始他與豆漿的故事 那從台東那邊開始學學做豆漿 又開始接觸一些黃豆的議題 那同時也了解到說 這幾年台灣開始在 所謂的黃豆復興的一個更多運動 一個行動 然後不管是政府的民間 其實很鼓勵台灣的農友去 部分辣豆就是黃豆 吳嘉玲也發現到 台灣黃豆其實有不少問題 包括價格很高 產量少 還有相對國外品質不穩定 這些都是台灣黃豆的弱勢 但其中也有不少的優勢 台灣的黃豆相較為淨的黃豆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它新鮮 它比較新鮮 第二個它腫裂很多 它的冰豆很多 另外一個是傳統的一些習慣 很多老一輩人其實它有一種記憶中的味道 對於吳嘉玲而言 聽到顧客說喝下去的豆漿 有著小時候的記憶 這是讓他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 由於台灣黃豆目前都是小農栽種的經營 品質相對大工廠也會比較不穩定 但這也是吳嘉玲選擇開店 而不是開工廠的原因 因為我們是小店 所以我們可以容忍那種不穩定性 因為它每一批的不穩定 你可以每一批在製作的時候稍微微調一下 可是今天如果是大廠 它是一個中央工廠的型態 它必須要一致的黃豆 它必須要口味的一致 都很穩定的黃豆 它才能夠有施行它的製作 才能夠它的土 它的流程 吳嘉玲期望 能將台灣黃豆推向更精緻化 讓豆漿不再是早餐的配角 而是可以很細膩的去品嘗 了解不同黃豆品種之間的差異 就像喝咖啡一樣 找到自己喜歡的口味